绝不能失去韩社古民的心 赖英里飞文后辞职之写 董座大卫由继子蔡博翰来接棒 任期到明年六月 父亲很常讲的话 她说不管家里任何人说好 不代表真的好 你必须要客人说好才是好 虽然是继母继子关系 赖英里对蔡博翰的依赖程度 从每年股东会就可见端倪 这个题目我想我们请执行长来为我们说明 这一题我们请执行长为我们说明 原来这位蔡博翰40岁 是蔡晨阳的二儿子 在美国学的就是参旅管理 15年前进韩社历练 2008年正式接任执行长 在他任内也成功摘星米其林 员工眼中的蔡博翰天天笑脸盈盈 被周刊评为十大贵公子 甚至跟名模林志玲传过绯闻 蔡博翰其实她自己本身对于营运 或是说对于这个业 他们公司的业绩非常有想法 但是这个记者去问她的时候 她往往都是指点到为止 她还是会把这个表现的空间 让给赖英里 同样是年轻第二代就来接班 面对观光业萎缩的挑战 七年级生陈总福把华泰饭店转型 也靠Outlet华泰名秉城杀出血路 我觉得现在产业面临的问题 不是给不给加班费的问题 而是找不找得到人 另外这位长相斯文戴着眼镜 他是39岁的刘恒昌 接手爸爸刘文志 价值300亿的万好酒店帝国 从洗碗刷马桶基层做起 也正努力擦亮老字号招牌 东森 财经新闻 刘志卢伯聪 台北采访报导